蘋果iPhone探心機一推出之後 就會扼殺舊款手機的性能 現在就有三招診斷您的手機是否中標 根據陸媒報導 條件1 手機型號在iPhone 6 iPhone 6s iPhone SE或是iPhone 7 條件2 這些手機型號的軟體版本 如果在iOS 10.2.1以上 iPhone 7在iOS 11.2以上 條件3 當外界溫度較低時 電池電容量不足 剛買來的原始容量50%到60% 您的手機就要小心 可能會被鎖效能 說真的 如果電量能充滿60% 你還是趕快充修吧 我覺得問題不是在降不降品 是因為電池本來快壞了 雖然蘋果官方回應 讓處理器變慢是為了保護手機 換掉新的電池就能改善情況 但有些消費者似乎不買帳 目前美國已經有三起 針對此事提起的訴訟 台灣消機會也回應說 蘋果的做法已經侵害用戶權益 也可以提起團體訴訟 以消費者的立場來講 是真的有點 好像被騙的感覺 一開始購買的消費者就顯然 比較受到權益的順 民眾大喊有點不負責任 網友在PTT上也炮轟超爛的 還有人說這是用來提高 銷售量的爛伎倆 除此之外蘋果iPhoneX銷售動能提前席貨 恐怕也雪上加霜 連帶影響股王大立光26號股價 盤中一度殺破4000元 最低來到3945元 中場驚險守住4000元大關 距離11月3號高點5995元 已經跌掉了1995元 跌幅高達33% 大立光執行長林恩平家族資產也縮水326億元 看來蘋果跟台廠關係密切 恐怕還會繼續牽動台灣的經濟命脈 東森 財經新聞 張先生 張士奎 綜合報導